其實我們公司的辦公室 晚上OT的人是特別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做製作、演出、讀計劃 都很需要連續搶幾晚通宵 我經常會跟幕後同事談 有沒有遇到什麼古怪的東西 如果一會走到附近 我就會告訴大家有什麼古怪的東西 公司辦公室的設計很有趣 因為我們公司辦公室 他們是正常一個正方形 一個長方形或者一個正方形 但是我們公司是像一個H形 一條一個很長的辦公室 然後中間就要經過樓梯、廁所 就會去到另一個辦公室 我之前上網做研究 相傳都說如果辦公室 近落地玻璃的環境 都有很多古怪的東西發生 我們看看 其實晚上的辦公室不是開了全部的燈 我感覺是… 有些空間感窄了很多 還有… 這裏比我想像中靜很多 所以其實它有什麼小小的聲音 都會馬上聽 那我們… 繼續行賣 我會不會自己穿 不是我會不會自己穿 我會不會自己穿 是我會不會自己穿 是穿很離開的 是穿過那個 是穿過那個 是穿過的 我會不會自己穿過 其實呢 就是 電視台的辦公室 就是經常都會無緣無故 有電視開啟了 一晚上如果就這樣 他不知道播什麼的情況下 都挺奇怪的 我呢 就有WhatsApp問同事 聽到這層是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他們說錄了這間房 這裡其實是一個會議室 那些同事就說 他們呢 就聽說有一個同事 就被鬼跟著 然後 他離了房間坐下來 開業妹之後呢 那個鬼或者朋友呢 就在這裡住了 那他們說在這裡開門 都會聽到 我靠這裡有個箱 說會有時候有聲 會有些角角聲 大舊臣不好意思 那些人 我這間房間呢 一進來呢 是有點寒的 他有個感覺是 剛剛我們進了會議室 但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先生 提醒咱們 請按摩 好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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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比较古怪的房间 其实我一直在办公室里 这部机器都一直会有亮灯 它不像天天也会出声 因为之前去了那么多地方 都很少人 所以说一直走到游四 那我们现在看看蓝色是怎样 哇 看看这次感的 这部位 特别暗 还要尾位 我现在拿一部导探队降机出来看 这部 谢谢 谢谢 哇 还是会有一些 温温的声 但之前我用来没有 是 如果晚上 我不是你这个先生 好吗 那这边呢 就应该是萨莉刚刚来过 你当是全office 最黑的地方 但它前面还没看 我们走到前面 有没有 有声 这府园狗 有个汽水吗 有没有有人 红了 红了 很红了 等一下 等等…你聽到有些泡泡的聲音嗎? 這是什麼? 不是 這隻有個鬼 有鬼沒鬼… 沒有了,剛剛紅燈了 剛剛紅燈的,現在沒有了 剛剛紅燈的,喝起來了 那些汪汪真的很可哀 謝謝… 乖乖乖 這裡一樣 我們去看地方拍吧 沒丟過汽車,謝謝 好像是你的家… 是這間… 那這間呢 就是有些幕後同事跟我說 這裡就俗稱叫萬鬼房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以前這間房 這裡有一張黑色大床 然後旁邊就有一些櫃 那每次他們在黑色大床房 很多人在那裡睡過 睡著的時候 都說聽到有人跟他們說話 那不好意思 我打擾了 那我們現在就試試 我在那裡睡 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他現在那張床搬走了 就變了兩張接床 他們說已經很少在那裡睡了 那我看看 睡一會兒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特別 打擾了… 打擾了… 那些同事呢 通常通宵呢 就會找些這樣的房 找些這樣的地方睡覺的 因為… 因為… 他們… 如果有一張床 so far… so call 的床 睡呢 都叫做好過… 趴在自己的床上睡 那大家小孩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不知道… 是… 因為… 什麼… 總之… 不是很舒服的 就是… 不是那種… 我會寧願外面睡 有種怪怪的感覺 和休息睡覺有不同